上集说道 兄弟结婚接亲 被逼着喝新娘的洗脚水 他一怒之下直接退婚 姓袁的滚出来 你他妈今天不给我们家一个交代 老子弄死你 袁家众人听到外面的踹门声和叫骂声后 瞬间火冒三丈 他们没去刘家找麻烦 刘家的人居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 这么的欺人太甚 袁大中的堂弟来了火气 他刚去把门拉开 就被人踹倒在地 随后刘家的人全部冲了进来 还有两人进来就打东西搞破坏 看到刘家的人如此猖狂 袁家众人二话不说就要冲上去反击 就在双方即将打起来的那一刻 突然有人大喊道 人都打死了 谁还动手 众人随即一愣 这才发现刚刚被踹倒的小青年 正躺在地上抽搐 嘴里已经开始吐白沫了 袁大中看到自家堂弟突然发病 他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看样子像是癫痫发作了 袁父也是气得差点没拿出刀来 跟刘家这群人拼命 你们一家子真行 结个亲为难我儿子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敢上门打人 简直欺人太甚 刘小虎怒目原征大喊道 是你们家先闹的 谁让你们接亲还打人 赶紧赔钱 赔我们家的精神损失 和我姐的名誉损失费 有刘小虎带头 刘家的人也纷纷跟着喊赔钱 袁大中气得脸都白了 陪你们大爷神经病逝吗 他怒吼了一句后 就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没一会 救护车没到 鼠鼠同志先来了 看到屋里搞得一片狼藉 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青年 鼠鼠眉头一皱 什么情况 我指着刘家这群人说道 鼠鼠同志 这群人跑别人家来闹事打人 我们已经叫救护车了 看到鼠鼠来了 刘家这群人也不敢再放肆 鼠鼠同志 指他们家先闹事 他们到我们家接亲打人 我们才来找他们理论的 既然你一言我抑郁的争论了起来 得知是因为接亲闹出的这种事 鼠鼠也是被气笑了 他结婚的时候 丈母娘家的也闹过他 可还不至于说 当众贵榴莲 喝洗脚水啥的 一个女人都不愿意 给自己的男人尊严 这样的女人 谁取谁倒霉 这是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跑人家家里打人砸东西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 刚刚谁参与了 自己站出来 跟我们回去一趟 鼠鼠眼神鄙视的 看着刘家这群人 不结婚就退彩礼 这不是常识吗 现在彩礼不退就算了 居然还有脸上门来找茶 刘家一群人立刻面面相去 他们也没想到 会闹到鼠鼠都来了 这样要是被抓进去 那就麻烦了 鼠鼠眉头一皱 再一次命令道 赶紧出来 非得我一个个查是吧 知道事情不好搞了 作为刘家一家之主的刘大海 不得不拉下连走过去看着元父道 今天的是大家都挺冲动的 也是火气有点大 有啥问题咱们私下解决吗 没必要弄成这样对不对 元父瞬间被他的无耻给激怒了 你们都把我侄子打成这样了 跟我说大家都挺冲动 我们冲动什么了 现在马上把彩礼退回来 打我侄子的也必须受到处罚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退彩礼赔医药费 看到元家这边死不松口 刘大海也是有些没办法 谁能想到那小子推一下就成这样了 他黑着脸看了一眼自己的闺女 刘小丽立刻走过去 抓着元大中手臂撒娇道 钟哥 别这样嘛 咱们在一起那么久 没必要因为这点事让两家人彻底翻脸 你帮我们劝劝你爸他们 把这事好好谈一下 咱们继续结婚好不好 元大中狠狠甩开他的手 滚 他现在看到这个女人就觉得恶心 钟哥 你别这样 我害怕 咱们不是说好了要在一起一辈子吗 刘小丽一脸渲然欲气的看着元大中 试图打动这个老是好骗的男人 然而元大中已经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叔叔同志 我家有监控 我把监控调给你看 说完他就掏出手机 将手机里的监控给叔叔看 刘家一群人知道没法蒙混过关了 刚刚动手的两个人老老实实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只是不小心推了一下 叔叔也懒得听他们废话 直接把他们俩带走了 刘大海看到自家亲戚被带走了 他瞬间急眼了 元大中你有种 你们家真够狠 要是我们家的人坐牢了 这是我们跟你们没完 刘小丽也威胁道 对 赶紧去和解 忽然彩礼钱一毛也不退给你 看到元大中有些犹豫 我赶紧拍了拍他提醒道 别上当 先让他们把彩礼这些退了 再谈和解 这时刘小虎看着元大中冷笑道 姓元的 我最后问你一遍 去不去和解 否则那就不只是彩礼钱的事了 把彩礼钱和医药费给了 不然不可能和解 行 那你等着跪下求我们吧 说完 刘小虎叫上家人 扭头就走 回到刘家后 刘大海就开始责备起自己的儿子 你刚才怎么把话说这么绝 要是他们不和解的话 你表哥表姐可就得坐牢了 那我这块老脸往哪放 刘小虎却是淡定的一笑 你们放心吧 他们肯定会同意和解的 要是不和解 元大中这辈子就完蛋了 这话怎么说 动人纷纷看着他 我之前骗他用房子 给我的公司做担保 在银行贷了五十万 他要是不答应 这五十万能逼死他 刘小虎阴险一笑 他这么一说 刘小丽也是才想起这事来 上个月刘小虎找到 自己说要让姐夫帮个忙啥的 自己就跑去找元大中撒娇 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 没想到竟然是这事 刘母惊喜的问道 儿子 钱已经到手了吗 刘小虎笑着点了点头 这让他爹妈心中高兴不已 你小子总算学聪明了 知道怎么捞好处了 众人纷纷乐乐起来 有这么一个把柄 还怕原家不妥协吗